今天晚上小弟要用神的教会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刚刚在祷告的时候传道有提到 今天的基督教派 基督教派的名称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们是真耶稣教会 其实我们今天要分享神的教会 也有一个教派真的就是叫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爱查考到你的朋友 我们原属哪一个基督教派 小弟当然不知道 不过当你看到真耶稣教会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问号 会在我们的心中 首先小弟先来讲 小弟当传道30年 在这个当中遇到很多爱查考道理的朋友 每次都会问我同样的一个问题 你们教会是真的 那我们是属于其他基督教派就不是真的吗 在这几十年当中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去年小弟负担我们北区的东元教会 在大概一月份还是二月份 去年的一月还是二月的时候 就听到我们的管理员 他有跟小弟说 传道有一个人 他说他要来我们教会 他为什么会来我们教会 因为他的朋友告诉他 你要去真耶稣教会 但是他所住的地方 是板桥的中山路 所以他就在探听 先从Google里面再找板桥 有几间教会 有几间真耶稣教会 我们在板桥区有三间教会 所以他Google之后找一找 他家住的地方 好像离板桥区的教会 比如说板桥教会 比如说新浦教会 比如说厚浦教会 都好像有一段距离 然后他就想到说 因为他住的地方是板桥中山路 过了一个光复桥 就是到了台北 然后他就找台北这边的真教会 就找到了离他们家最近的 就是东元教会 我们东元教会名称是东元 但是他不是在东元路上 他不是 他是在德昌街上 所以他一找了之后 他就打电话到教会来 问教会什么时候有聚会 然后他就来到教会查考道理 他为什么会找到真教会 因为他的朋友是真教会的信徒 就向他做见证 所以他到真耶稣教会来 但是开始的时候 他的朋友是真耶稣教会 介绍他来到真耶稣教会 其实他也不知道 真耶稣教会 是神的教会 他不知道 不过慢慢的 来查考道理 从大概 三月份开始 也就是我们春季 灵恩布道会开始 他几乎 只要教会有聚会 他大概都会参加 包括教会 每个月都有乐布道 就是讲一些福音的道理 他也都有参加 一直到去年的秋季 教会灵恩布道会的时候 他又得到圣灵 他在灵恩布道会期间 之前 他就很认真祷告 因为一方面查考道理 他明白 一方面祷告求圣灵 他得到圣灵 所以那次他就报名受死 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只是他的朋友跟他介绍 真耶稣教会 他不是说因为朋友介绍之后 他马上来相信 不是 他还是经过一段时间来查考 这就是我们要分享的神的教会 再来在今年的二月 刚好小弟每个月都会回到我们许仁杰传道娘的这个 原属教会 新庄教会 我每个月都会回去新庄教会 来跟弟兄姐妹来做讲道分享 有一次就是二月份的时候 我去领会 要领会之前 我们的教务负责人连执士 他就从台下拿一张纸条给小弟 说传道 等一下我们聚王会以后 这里有一位牧道朋友 我是礼拜一教会的聚会 然后到教会 既然有牧道朋友 这是比较少的 我们大概牧道朋友都是在 灵恩布道会 布道会的时候 或是月布道 或是福音茶会 或是诗歌布道会等等 一般我们 大概在我们的这些教会的聚会 邀请牧道朋友 是在礼拜一 我们平常的聚会 其实我们自己的信徒 在这种时段里面 来参加聚会已经不多了 既然有说牧道朋友 叫我做介绍 我就跟执士讲说好 我们先分享 到要分享就是开始唱诗祷告 他是在之前他拿给我的 在唱诗祷告之后 我从跪天里面上来 准备要分享了 怎么那张簪子不见了 我以为是被电风扇吹走了 不见了 但是还是要继续分享 继续在分享当中 我就想到说 刚刚不是说有一位木道朋友 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大家认识 彼此对道理的探讨 没有想到只是在我第二次 就是我们要结束的祷告的时候 他就又跑来跟小弟说 传道 刚刚那位木道朋友说 不要介绍他 我以为是说我们在正道分享的时候 他就听到一半就走了 结果他没有离开 只是没有向他弟兄姐妹介绍 他是木道朋友 感谢神在那天晚上聚王会 因为小弟的习惯都是在那边领会之后 我就留在那边 因为我是在北区有担任宣道的工作 所以我就留在新庄教会 刚好那个木道朋友他没有离开 他没有离开 他就留下来继续跟我们谈道理 我们就请教他 你怎么会进到教会来 原来他就是骑机车的时候 看到我们教会旁边那个停车场 那个围墙外面有五个招牌 就是真耶稣教会 他就是看到那个招牌 然后就进来 进来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聚会 在聚会的时候 也非常的感谢神 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 本来是要介绍 所以小弟就知道说 我们当中那次分享当中 有木道朋友 所以在分享道理的时候 我大概也都把道理带到信仰的这个角度 来跟大家谈 之后在讨论当中 他第一句话就是问 你们真耶稣教会 我有机会也去过其他的基督教派 你们是真的 我们 一样的问题 同样问题 所以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些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观念 真的 我们很多爱查考道理的朋友 甚至我们的信徒 有时候要向人家介绍 我们都不知道要怎样介绍 我又想到 这个都是对小弟来说 印象比较深刻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常常会提到 刚刚所见证是今年跟去年的事情 所以印象很深刻 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是在 十年前 当时小弟负担 桃园教会 有一个原因 有一次到金门教会去办丧礼 我是注目桃园 总会跑到金门教会去办丧礼 这个过程也非常的奇妙 因为有一位住在桃园那边的木道朋友 他是我们安康教会一位 陈美如老师的学生 这位朋友 他是博士后要研究 他考上一间美国的公司 因为美国的公司规定 你要来我们这边工作 你要先做健康检查 在健康检查当中就发现 他已经是肺腺癌的第四期 所以家人就希望说 他留下来来做治疗 但是这种病真的是很困难 这时候他的老师 就是我们安康教会 这位陈美如老师 就向他做见证 向他见证 见证说 你要到真耶稣教会来查考道理 查考道理 当然希望说 他借着洗礼 并能够得到医治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 我们能够受洗归入基督 我们能够得救 能够进到永生神的国里面 因为他是一个博士 所以他对这些道理 他都很清楚 也因为陈美如老师的先生 就是安康教会的李重恩执事 他是一位医生 在一百年 就是在民国一百年的七月 我印象很深刻 七月 我们的李重恩执事 那时候还没有立执事 我们都称他李医师 他就打电话给小弟说 转道 我的太太的学生 他是住在桃园 现在已经生病 以医学的角度来看 大概顶多 顶多是一个月左右 我们知道现在的医学 包括现在的医生 他们有时在这方面的判断 其实都非常的准确 非常的准确 小弟昨天也有提到 我注目的东元教会 至少有两位 至少有两位执事 是医生 还有一些信徒 是当医生的 所以有时候 我会请教这些执事 这些信徒 现在的医学 跟现在的医生 他们有时候 在这个判断上 很多都是非常的准确 除了神迹 除了信耶稣之外 除了神的恩典之外 很多他们的判断 都非常的准确 所以他打电话给小弟之后 我就很积极的 跟教会的长职 教会的负责人 教会的访问主 去他家访问 当第一次要去访问的时候 我们的访问主的人员 就告诉小弟说 传道 等一下访问之后 因为他生病 所以也没办法访问很久 也没办法谈很久的道理 但是不管如何 等一下访问之后要祷告 希望我们不要用灵言祷告 要用悟性祷告 悟性祷告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夜传道带领大家 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的华语 来向神祷告 替我们大家向神来祷告 那就是悟性祷告 所以访问能源就告诉传道说 传道我们要用悟性祷告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的老师是我们信徒 都已经跟他讲很多的道理 他应该是了解 为什么要悟性祷告 原来就是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是很传统的 我们的民间信仰 对于教会 可能也是跟很多的爱查考道理的朋友一样 会认为说 为什么基督教派这么多 每一个教派里面 他们教会的名称都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是正耶稣教会 所以我们就在悟性祷告当中 当然也祈求神 施恩怜悯跟祝福 之后第二次又去访问 我们就用灵眼祷告了 不是说悟性祷告没有功效 大家或是目道朋友不要误解 不是 乃是因为当时真的他的妈妈 因为传统信仰的观念 所以我们用听得懂的话语来用悟性祷告 第二次为什么会用灵眼祷告 因为已经慢慢跟他接触 我们也勉励他 希望他能够祷告求圣灵 但是第二次去访问的时候 他们妈妈很清楚 很清楚 他说他的孩子现在要来信耶稣了 你们用你们的方式祷告 他妈妈主动的跟我们讲 所以探访之后 因为在从医师的口中来判断他的生命 应该是所剩不多的 后来我们再鼓励他 然后他就说愿意来施洗 愿意在教会里面来报名洗礼 当然教会的程序 虽然我们这次花脸教会灵眼部导会 我们明天会有一个婴儿去受洗 但是还是一样 教会的程序就是我们要报名 然后经过审查 然后通过才能够来洗礼 当然也要讲洗礼的道理 这些我们等一下传道都会向大家做报告 所以他明白之后我们告诉他 小弟也亲自去问他 之后他点头 因为他已经真的生病到非常的虚弱 但是他却能够很清楚 那时候他还是清楚 他就点头他愿意来洗礼 结果我们桃园教会就开了审查会 审查通过要特别的洗礼 但是刚刚好 刚刚好那个礼拜 小弟是被总会拆派 要去协助灵眼部大会 怎么办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危急 怎么办 也神的安排非常的奇妙 就是原来他老师所属的安康教会 灵恩部大会 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教会的程序 他已经报名 经过审查通过了 现在就委请委托安康教会来为他洗礼 因为安康教会比桃园教会提早一周 来举办灵恩部大会 所以委请安康教会来受洗 受洗之后 这位弟兄 他就跟他的家人说 我要回到金门 其实他不是在金门出生的 但是父母的故乡就是金门 这个金门的一个地方叫 西埔这个地方 他是那个地方的人 所以他就回去 当我们知道说他已经受洗 我们心里就感谢神 再来就是桃园教会的灵恩部大会 一直到礼拜六晚上 礼拜六晚上 我们就接到他们家里面的人告诉 教会说这位弟兄已经安息了 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大概把它做一个稍微整理一下 真的是大大的感谢神 因为当他回去金门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稀奇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的虚弱 我们很担忧说 他能够从台湾松山机场坐飞机到金门吗 但是受洗之后 真的就是让他能够回到 是父母的故乡 也是他小时候的故乡 就回到那个地方 然后回到那个地方 大家也很清楚 我们的离岛的医疗跟本岛 是有一些不太差距的 有一些差距的 所以家里面的人本来也是非常的反对 但是他就是坚持 一直到礼拜六晚上 礼拜六晚上 我们金门教会的珠穆传道 还有弟兄姐妹 在礼拜六我们的聚会之后 到医院去探访他 然后教会在他的病床旁边 就为他唱诗 然后为他祷告 当时珠穆在金门的炎人声传道 他很喜欢用这个摄影 把他拍摄下来 后来有做这个DVD 有做一个DVD 他有送给小弟 我看到以后真的很感动 为什么 你看他报名或是说他木道 然后受洗到最后安葬 那个都不一样 报名是在桃园教会 受洗是在安康教会 桑礼是在金门教会 非常的特别 所以我们桃园知道 我们就去金门教会 去协助这场的桑礼 在协助桑礼当中 因为这是非常的特别 一个很年轻三十多岁 而且已经拿到博士协位 然后又在当地那个地方 他们那个家族是非常有名望的 却用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方式 所以当那一天要举办葬礼之前 教会要做一些准备 在准备当中 刚好有几位金门大学的学生 他看到我们教会的门里面有人 他就进来一样的问同样的问题 你们真耶稣教会 所以我就慢慢的跟他们做一个解释 在解释当中 我就想到一切真的神所安排的 非常的奇妙 也因为这样 常常有人在问你们是真的 我们呢 其实最简单 最简单 我们看一下生命纪十二章 请看生命纪十二章 我们看第五节 生命纪十二章 请看第五节 旧约两百三十二页 生命纪十二章第五节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 从你们各支派中 简显何处 为利他民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我们再看一样生命纪十六章 我们看十六节 生命纪十六章 请看十六节 你们 你一切的男丁 要在除孝节 七七节 祝朋节 一年三次 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 朝见他 却不可空手朝见 这里提到 神的所卷选的地方 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 就是有神明的地方 真耶稣教会 真神耶稣的教会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这个我们在谈 神的儿子的时候 有稍微提到 所以 有神卷选的地方 有神的名称的地方 那才是属神的地方 也就是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刚刚所读这两节 就是从旧约 也因为这样 我们昨天 邵子世也跟大家 从创世纪里面谈到有关圣灵的事情 一直到新耶 我们看这是相灵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从旧耶里面看到 要有神的名的地方 也因为这样 并不是说当你写的真耶稣教会 你就是神的教会 所以就是真神的地方 你要先探讨 在22年前 我们在921 就是我们第一天的步道聚会 我们有提到 在22年前 1999年 9月21号 就是所谓台湾的921大地震 这个大家 如果你真的是 应该是22年前 大概有印象 不过你如果是 那时候左右出生的孩子 可能没有印象 可能没有印象 如果比较年长的 可能就有印象 这个921地震之后 很多人心灵都受到很大的创伤 因为有些家人就这样永别了 有些人受伤了 有些人的房子就倒塌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教会这个注目 有一个信徒 他就拿一张相片给小弟看 他说传道 你看看这张相片 是他的亲戚 用了一生的积蓄 一生的努力 盖了一间三层楼的房子 他本来很高兴 能够盖一间房子 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家 结果没有想到 住进去不到一个礼拜 就因为921地震 本来是三层楼的 就坐下去 变成一楼半 变成一楼半 一哭无泪 那是我们信徒的亲戚 信徒会跟传道讲这些 其实有时候就是 来做一个提醒 他的朋友 他的亲戚 他的亲戚 一辈子的努力 好不容易得到了这间房子 结果一个天灾 房子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他就告诉传道说 这是一个提醒 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心里受到很多的这些忧伤 在忧伤当中 基督教包括我们真耶稣教会 我们都到很多受灾害的地方 来做一些心灵的辅导 为他们来祷告 这时候有一位 本来是一般传统信仰的 他就查考之后 他就要来信耶稣 信耶稣之后 他慢慢的在教会里面 他就发现一件事情 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在讲神的教会 他因为以前的传统信仰 然后进到神的教会里面 他发现一件事情 以前他因为是传统信仰 他把他以前所敬拜这些神明 当作真神的在敬拜 所以他讲一句话 这些其实是假的 所以假神真拜 但是信了耶稣之后 神的教会之后 他发现 基督教所敬拜的 真耶稣教会所敬拜 是天上的真神 创造宇宙万物 人类的救主 耶稣基督是真神 不过有一些少数的信徒 却把真神假拜了 有关敬拜神的事情 我们在耶和福音第四章 有谈到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神 心灵和诚实 诚实就表示 实实在在的来敬拜神 我们今天在敬拜神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起来 一个传统信仰的 然后进到教会里面 他就能够分辨 真神假拜 假神真拜 所以刚刚在祷告的时候 传道也有特别提到 今天很多人都很虔诚的在敬拜神 但是他所敬拜的神 是真的还是人造的 人造的就是 人把它造一个神明 尤其今天这个世代 媒体网路非常兴盛的世代 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现象 所谓的人造神 把一个有名的人 就把他塑造成 他的魂师非常的多 很多人都敬拜他 无论他到哪里去 很多人都跟着他 这是神吗 所以假神真拜 真神假拜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让我们了解说 我们刚刚为什么会看 生命纪十二章跟十六章 让我们先了解 了解什么是神的教会 我们要先了解 我们再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 这是主耶稣问他的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为什么刚刚小弟会提到 真神假拜 假神真拜 无论是哪一个宗教 无论是哪一个虔诚的 这些信徒 我们真的要思考 主耶稣带领这些他的门徒 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问门徒说 你们说我人子是谁 我们看圣经里面描述 这些门徒就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耶翰 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 都有提到 这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 他有向当时的犹太人说 耶稣已经在他们中间 但是他们不认识 施洗耶稣 他认识耶稣 他知道他是神的羔羊 所以他告诉他的门徒说 看啊神的羔羊 这记载在耶稣福音第一章里面 他的门徒就来跟随了耶稣 如果你是施洗耶稣 我今天来认识 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 结果我的门徒跑去跟随了耶稣 你做何感想 所以很奇妙 一个认识主的人 他明白 所以有人就说 你是施洗的耶翰 有人说以利亚 我们礼拜四 有参加我们花蓮教会的团契 叫罗腾树团契 我跟我们的传道指示讲说 罗腾树下就是以利亚 在那边等一下睡觉 等到天使来拍洗他 吃饼喝水 以利亚 以利亚 这个圣经里面的先知 其实我们如果详细看 他也是非常的有人力 他也是在分别真假 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 要怎样去分别 所敬拜的是真神 还是假神 他有做一个分别 这就是以利亚 他们认为 耶稣基督好像以利亚一样 然后又有好像耶利米一样 或是其他的先知里面的一位 耶稣听他们这样讲 再次的问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问了门徒两次 你们说我是谁 其实就是说 门徒对主有没有认识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的两次问 你们说我是谁 这时候他比较年长的门徒 就是彼得 他就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听到彼得这样说 就跟他讲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 属血肉的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只是你的 之后又告诉他 我要把我的教会 就是神的教会 来建造在这磐石上 再来讲到阴间的甜品 等等一些事情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在思考 我们在圣餐礼的时候会提到 新约圣经里面 常常用地上跟天上 来做一个对照 这是在地上 但是主耶稣跟他讲 所说的是什么 就是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来思考一下 耶稣要建立神的教会 把这个神的教会 交给他的门徒 交给他的门徒 所以 后来他升天之后 检险了保罗 检险了保罗 在检险保罗之后 保罗对于基督的教会 有关教会的这些谈论 里面最多的 就是在以佛所书里面 在以佛所书里面 当我们再详细的查考 以佛所书里面也记载 最多保罗的祷告 在以佛所书的第一章 第三章 第六章 都一再记载保罗的祷告 因为保罗的祷告 所以他对于基督的 这些教会的观念 神的教会 这些观念 他记载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今天在谈神的教会 你一定要了解 以佛所书 也因为你了解之后 在此如行传第二十章里面 就提到 教会就是神用祂的宝血 所赎来的 所赎的 我们看一下 以佛所书二十章 以佛所书二十章 这就是保罗当时 传福音到以佛所的时候 要离开 对于当时的信徒所说的 我们看一下 以佛所书二十章 请看二十八节 也就是耶稣基督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祂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了解 也因为我们了解之后 当我们在看到 使徒行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门徒听从神的话语 在耶路撒冷那边等候 在那边祷告 大概有一百二十个人 他们都同心合意的 在那边祷告 到第二章五行节圣灵降临 彼得就站起来 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 来见证耶稣基督 见证之后 很多人听了 都感觉非常的扎心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就告诉他们 你们要悔改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 然后领受圣灵 那天教会可以说就成立了 因为那次有三千人来受洗 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明白 原来神的教会 就如同保罗要离开 以活所的时候 所说的这句话 是神用他的宝血 所买来的 也因为这样 有很多有关教会的这些观念 就是要回到以活所书里面 本来 这次小弟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以活所书第四章里面 保罗对于教会论里面 所谈到的 因为小弟有跟大家讲 大家分享 我要从圣经里面 论真教会 不是我自己讲的 不是我们说是真耶稣教会 不是 是从圣经里面来论真教会 我们看一下 以活所书第四章 第三节到第六节 以活所书四章三节到六节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示 合偶唯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习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其实就是布道会 我们在分享的 一神一主一信一习 或是说一体一灵 一体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一灵就是我们所谈的圣灵 然后一神就是我们所敬拜 独一的真神 一主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 我们去了解之后 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 然后在第三节里面 我们刚刚所提到很重要 保守圣灵所示 合偶唯一的心 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道理 然后如果再从 以我所书里面查考 原来耶稣基督 神的教会 祂的精神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的爱 以我所书第三章 大家很熟悉 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刚刚在第四节 第四章的第三节 合偶唯一 我们如果再看到圣经里面 尤其是在以我所书的第五章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在家庭生活 夫妻的生活 其实那就是充满基督的爱 所以我们这样的 跟大家分享 我们大概有一个观念 神的教会很简单 就是有神的名 神的教会就是有圣灵 圣灵所示合偶唯一的心 神的教会要有耶稣基督的精神 祂的跟我们的这个关系 在圣经以我所书里面 都有详细的记载 所以我们只能从这里 来跟大家一起探讨 让我们了解 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到教会 来分享神的教会 来查考神的教会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 也让我们在信仰上 能够更加的长进 对我们弟兄姐妹 也是更有很多的造就跟帮助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唱诗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唱诗